在上個禮拜六的時候 院長召集各部會的首長召開行政檢討會 那麼當天我們就對外宣布 將會由院長來向國人說明市政檢討的方向還有內容 接下來時間請院長 首先感謝各位媒體的朋友出席今天的記者會 那我就代表行政院來跟社會大眾報告行政院的檢討 2018年九合一選舉已經結束 每張選票不僅僅是人民對政府的期待 也應該視為對政府施政的檢驗 選舉結果明白顯示人民對施政並不滿意 身為行政院院長難辭其咎 還有致應與團隊虛心檢討 方不辜負人民借此次大選所傳達的強大聲音 行政院會從人民的角度檢討敗選的原因 也必須按人民的需求調整施政 今天的報告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是人民最期待政府做什麼 人民最期待政府改善經濟 很多人努力工作 省吃減用 生活仍然結局 真能夠存錢也不多 生活品質不容易改善 黃論買車買房 年輕人不太敢結婚生子 大家希望工作優質多一點 薪水高一點 生意好一點 房價房租低一點 每個月多存一點錢 吃健康一點 生活品質好一點 這些需求如果能夠滿足 成家立業就比較容易 為人父母者也比較不用擔心 孩子將來找不到好工作 無法過生活 我相信經濟不是人民唯一的願望 但大家最期待政府把經濟顧好 這樣才能夠安心追求其他的目標跟價值 第二部分是 政府過去兩年多的施政 是否符合人民最急迫的需要 政府這兩年多來 並未滿足人民最急迫的需要 讓人民失望不滿的施政包掛 一為能夠深刻體會人民生活的辛苦 全球資本主義拉大貧富差距 數位平台經濟創造的新商業模式 對傳統產業產生衝擊 都對台灣的經濟發生影響 過去兩年多 台灣的總體經濟表現不差 政府公布的數字指標 也都是真實呈現 但經濟的成果並非人人受益 尤其是部分產業承受著轉型的陣痛 低薪加上物價 內需型服務業營運庫難 即使民眾對經濟成長無感 政府未能夠及時察覺 並及時改善 另外農產品產消失痕 雖然是長期存在的問題 但近年來因氣候變遷影響更顯嚴重 而政府過往措施 以系統失靈不但沒有超前部署 欲做調控 訊息掌握也不足 農民民權益沒有得到即時的關照 過去兩年來 中國以減少陸客數量作為抵制台灣的手段 造成以觀光產業為主的縣市 流失許多商機 新生客園包括新南向客園 雖然補足缺口 但遊客都停留在中北部 而南部東部地區深受影響 觀光業者業績乏樂 自有怨言 第二部分是政策規劃 不夠周延完善 勞基法一利益修的初次修法倉促 為顧及台灣勞資狀況及中小企業 面臨數位經濟新商業模式 帶來的挑戰 勞資權利的平衡欠缺 輕重緩急思維 造成中小企業作業困難 基層勞工生活也受到衝擊 雖然經過再次修法給予彈性 但民怨已成 台灣每年秋冬季節所面臨的空污 及PM2.5懸浮為例影響民眾健康 其中牽涉專業及科學問題 能源開發以空污防治 本應循序漸進逐步達成 但因空污法規劃不周 期程訂定超市過期 授權環保署嚴格執行 老車污染物排放標準 引起抗議不滿及社會不安 顯現世新規劃與溝通皆有不足 選不公開公平公正是台灣最引以為傲的事情 然而今年九合一選舉合併公投 整個規劃未增完善 民眾等待排隊時間過長 及一邊開票一邊投票的現象 均惹民意 第三 改革作法引發重大爭議和不滿 2016年民進黨贏得總統大選 以立法院多席次後首次完全執政 基於人民對改革的期待 開始啟動免改勞改 轉型正義司法改革等工作 改革用心雖獲民意支持 但大部分民眾在不了解實質內容情況下多有誤解 以至於在執行時引發爭議 尤其在假訊息的攻擊下 只有負面效應 改革沒有呈現應有的正面支持力量 司法改革也尚未有明顯進展 也招來民怨 處長為了東場事件更嚴重挫傷政府的公信力 讓改革更進一步蒙上陰影 能源政策力推再生能源 但能否靠再生能源和其他非核電源 達成2025年非核目標 儘管政府有決心 但社會仍有所保留 尤其是環保團體 對深奧電廠和觀塘天然氣接收站的興建有不同意見 即便深奧電廠採用超超臨界的機組 觀塘天然氣接收站 則盡量降低生態衝擊 但反對聲浪人大 讓社會和企業相當憂心 對台灣未來的電力供應沒有足夠的信心 第四 假訊息攻擊來勢洶洶 政府欠缺有效快速的因應能力 傳統文宣及訊息澄清因應方式 在本次大選中已經完全失靈 網路已經重新定義媒體及輿論 對於假訊息的流傳已不時攻擊 在第一時間無法遏止 部會處理態度不夠積極 部門也缺乏在網路有效的說明 讓政府在數位時代中 無法掌握民眾的意見跟需求 第五 立法與行政的步動要領 及政府用人皆有待改進 依據現行憲法 總統及立法委員明顯產生 行政院院長則由總統任命 但政策與法案擬定 則由行政院跟立法部門共同形成 目前立法行政互動跟溝通人顯不足 民意無法即時反映在政策的檢討上 依應重塑檢討跟改進 甚至在憲政的制度上 也應該有另一番的考量 政府能否用對的人做對的事 也經常受到社會批評 日後應正確判斷 用人為財 彷彿造成施政的問題 第三部分 是接下來政府該怎麼做 此次敗權的原因是民進黨政府沒做好 失去民心 但並不代表台灣人民願意用犧牲主權 和自由民主人權的生活方式 來換取經濟利益 未來政府各項施政應輕重反擊掌握得益 完整規劃並有效執行 包括人民最關心的經濟、教育、環保政策等 除了專業的考量外 也都要從人民的角度思考 這項施政對多少人民有幫助 有什麼樣的幫助 是否能夠及時幫助人民 會不會帶來負面的衝擊 有符合人民脫缺的需要嗎 以此進行各項施政檢討 並在追求經濟繁榮的過程中 不忘公益價值 政府應記取這寶貴的一刻 曾使面對過去兩年多來的錯誤跟問題 並根據人民的需要來調整政策 用實際的行動和改變 再度爭取人民的信賴和支持 總結而言 民主政治的經歷在於 廣大人民地域 安居樂業至上 在政黨輪替已步上常軌的台灣 任何政黨都只是階段性存在 難者國家升級無窮 政府應深刻體認 唯有與廣大人民同一呼吸 與廣大社會同一脈動 必不愧對台灣人民的托付 也才能夠對國家社會做出貢獻 去年9月 我堅定地來接任行政院院長 因為當時的執限已經出現問題 我願意協助解這個難局 但很可惜經過一年的努力 並沒有成功 11月24號 我堅定地留下來穩定政軍 民進黨已經大敗 但不能夠敗不成軍 不能夠潰敗 更何況 我希望在我任內發生的不優碼事件 立法院一定排定要我到立法院報告 我也希望能夠就後續的公投事項 跟立法院共同妥善處理 也希望讓立法院審議中的預算 跟各項法案能夠持續順利的推動 現在我也要跟社會報告 時間一到 我也會堅定的離開 負起政治責任 不讓檢討尤尾空園 11月27號 我重新回到 我曾經擔任過世界服務12年的國會殿堂 全國最高的民意機關 接受備詢 接受質詢 我深刻感受到 民主政治 兼顧及政治責任是最高的價值 那個人都不可違背 更何況我是民主萬歲的人 但是在此之前 我跟我的行政團隊 都會全力以赴 不會讓行政空轉 不管是我堅定的來 堅定的留下 或堅定的離開 都不是為了我個人 我不計回憶 我都是為了大局 都是為了台灣 也只有我離開 總統才有可能大破大立 新的局面才有可能產生 以上報告 謝謝大家 請問一下 院長說 剛剛說時間一到 那這個時間幾個是什麼時候 時間一到就會跟您報告 好 還有沒有 來 新聞記者 因為最近有很多傳言都是說 心系的部分 有希望您趕快離開 那有沒有這樣的考量 是為了您的政治的能量 我剛剛已經有跟大家報告 不管是去年我堅定的來 接任行政院長 不管有許多朋友的反對 我堅定的留下來穩定政局 或是未來堅定的離開 都不是為了我個人 我不計較個人的厲害 也不計毀力 我都是成全大敵 都是為了台灣 擔心可照汗清 這點希望社會也能夠了解 謝謝 王貞 想跟院長指教一下 在這個決定日前 您有跟總統蔡英文討論過嗎 因為總統昨天才說 您不管是過去或是未來 都是他最緊密的夥伴 那未來您跟總統 會在怎麼樣方面有合作呢 是 總統清楚知道我的想法 總統是民主台灣的領導人 國家領導人 他當然深知民主真正的價值 肩負起政治責任的重要 還有沒有媒體 民視 民視的記者陳忠 因為總統昨天說 相信未來也是 他這個未來 相信對你或對社會 其實是傳達出一個蠻強烈的訊息 那這樣的訊息你有收到嗎 是 感謝總統的氣重 那總統也知道我的想法 那我也跟總統報告過 那未來幫助台灣有很多種方式 好 周姐 蔡惠佳 跟院長請教 因為昨天總統談話之後 就是想問一下院長 在您決定要走的時候 是不是當時又跟總統 在未來的時候 就已經跟總統提過了 那另外就是說 這段時間 包括您的同志也是 外界是說是心細 就覺得說您在這段時間 有點委屈 是不是可以談一下說 這段時間 是不是留下來的 其實比走到更困難 那如果有問題 我想請問 因為好像有提到說 2020不選總統 或要選總統 這個議題 我不知道院長有沒有思考過這樣的議題 不管是來 留或去 都沒有困難的問題 因為不計較個人的厲害 為大體著想 其實答案就很容易 好 張森 請教一下 就是說您這個時間點還不確定嗎 那現在有這個 今天有新聞媒體報道相關的 就是說好像 下一任總統有意要找 所謂的事務院長 是前院長 那您自己個人有跟他接觸過 或是有跟他談過這個相關的議題嗎 下任院長的人選 這屬於總統的權責 我們都應該要尊重 好 蘋果 有規劃說 可能還有哪些部會的首長 趕快運動嗎 現在的想法 就是我剛剛跟大家報告的 時間一大 我會堅定的離開負起政治責任 率內閣總辭 不讓檢討留為空眼 但是目前最重要的還是 在此之前 我會率領我的團隊 仍然會全力以赴 每一天都把運作的事情給他辦好 院長台式的宜萱 請問一下 您剛剛說 時間已到 那依您剛剛的說法 是不是要在立法院這個會期結束之後 就是您時間已到的那個時間點 到此我再跟他報告 還有沒有媒體朋友 中廣 市院長想請 您剛剛提到的這些檢討的內容 那您也提到說 您的時間已到 可以跟大家講幾個區 那在這之前 您對於這個檢討跟改革的做法來講 哪些是有限的效果 在這場選舉裡面 人民所傳達的訊息當中 經過各部會的檢討 大概都已經 納入我這次的 整體的總檢討報告裡面 每一點都非常重要 每一點都應該 極力的去給他改善 並沒有先後順序 每一點都很重要 好 還有沒有媒體朋友 市長您好 最近別人 想要問他剛剛說到說 幫助台灣有很多方式 那包括全2020年的總統 因為我想我們 蔡總統是跟我都屬於民進黨籍 那我們都一心一力的 要捍衛台灣的主權 維護台灣的民主自由人權的方法 這樣的目標必須要大家共同來完成 不管我什麼時候離開 我都是這一個陣營的一份子 大家彼此都是夥伴 好 還有沒有其他媒體朋友 好 您是 市長好 因為 檢討的剛剛議員長說了很多 那因為今天劍院也有 開一個記者會 他認為說 今天應該要檢討的部分 包含了這個 福島的核單 因為已經過了七年了 那這次共同結果 雖然是有通過這個 禁止核實 但是因為核實 他在蘇台的產主其實是蜀頭國的管制 他認為是行政院對人民的溝通不足 這部分行政院有檢討的必要嗎 你說是哪一位開記者會 那個監委 莊武修跟那個 楊建委 是 其實行政院的衛福部跟農委會一直都有檢討 除了遵照過去國會跟法律的要求以外 這幾年來 整個檢驗的結果其實都有詳細的數據 還有沒有媒體朋友 如果沒有的話 你記得我也到這裡 那就謝謝大家 好 謝謝